时代的变化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得多 人生总是起起落落 难免会有时运不济的时候 运气不好的时候 喝凉水都色芽 但是不要紧 正如道德经所言 飘风不中朝 骤雨不中日 霉运就像阴云 不可能中日挂满天空 好运一定会来的 就像李白诗中所写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翻济沧海 好运来的时候 挡都挡不住 那么 哪些人更容易得到好运气的眷顾呢 一 不吵不闹 面带微笑 有礼也不吵闹 张牙舞爪的人最损福报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 不妨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算争执 也不要吵闹 有分量的话 也可以笑住说 尽量不伤人 注意语气 自己不失态 局面不失控 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能迁就 绝不动口 能动口 绝不动手 能动手 绝不动刀 觉得心浮气躁的时候 告诉自己 要想运气好 就要多微笑 我有一位女同事 人长得虽然不是特别出众 但是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她最大的特点 就是笑脸常开 发自内心的那种 不管什么时候 你只要看到她 心情都会变好 因为她的笑容 会带给你温暖 女同事的家境 很一般 业务水平 也不是很出众 但是非常幸运 好人缘 晋升 好评 加薪 什么好事 她都有份 我说你运气 怎么这么好啊 她开玩笑地说 可能是我爱笑的缘故吧 你没听说 爱笑的女生 运气都不会差吗 是啊 喜欢微笑的人 运气总不会太差 你微笑 世界也跟着你微笑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吧 二 不忘初心 坚持本色 王阳明有一段话说得很经典 不管人非笑 不管人毁谤 不管人荣辱 任他功夫有进有退 我只是这知良知的主宰不惜 久久自然 有得利处 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不管你怎么做 永远有人对你指指点点 无论你做什么 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所以做人 不要为耳边风雨而纠结 做自己就好 不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和态度 有这样一个故事 父子俩牵住一头驴 打算去集市卖掉 走住走住 旁边路过两个人 其中一人就笑住说 这两个人是不是傻 有驴不知道骑 父亲一听 觉得这人说得也没错 就让儿子骑上驴 自己牵住驴 然后继续赶路 没走多远 迎面过来一个让人 这人看了看父子俩 撇了撇嘴说 现在的孩子真不像话 居然自己骑驴 让父亲走路 一点不知道 心疼父母 孩子一听 觉得不好意思 赶紧下驴 让父亲骑上去 没走多远 又一个过路人发话了 这当爹的也真没个爹样 只顾自己舒服 让那抹小的孩子走路 自己骑驴 父亲一听 得 干脆把儿子抱上来 两个人一同骑驻驴 向前走 没想到 刚走几步 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 默契冲冲地说 你们两个人 都骑在驴身上 考虑过驴的感受吗 他受得了吗 万物皆有灵 不能只顾自己舒服啊 父子二人一听 这下不知道 如何是好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目瞪口呆 跟着别人的态度走 容易精疲力尽 计较别人的评价 必然无所适从 只要不损害他人 自己怎么开心 怎么来 别人爱说什么 那是他个人的修养问题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山大寿多 林大鸟多 不足为奇 乌鸦总会在头顶刮躁 只管走自己的路 随便他叫 反正不咬人就行 把鸡毛蒜皮的琐碎事 放一边 无足轻重的闲人闲话 由他去 正经事很多 都还忙不过来了 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你的生活你做主 总不能什么人 都要在意一下 什么话都要分析分析 哪有那个闲功夫 正所谓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坚持本色 才能活出自我 一个人能够专注于 自己本来的方向 目标集中 心无旁骛 并可以时来运转 好运不断 放下很难 但不放下会更苦 学会放下 你会活得更快乐 人生路上会遭遇到许多不幸 挫折 失败 打击 痛苦 孤独等 当你放下这一切时 心灵就会得到解脱 该放不放 必是大患 一切烦恼 归根到底就是在生活中 没有学会放下 是身心背负住沉重的包袱 因而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累 越来越辛苦 智者无畏 于人自负 人通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 精神添加压力 所以说放下 不仅是一众解脱的心态 更是一种清醒的智慧 当我们紧握双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我们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我们手中 我们老想把什么东西都死死抱住 殊不知 有些东西原本就不属于你 小舍小的 大舍大的 不舍不得 越舍越得 与其苦苦抢求 不如潇洒挥手 勇敢地选择放弃 放弃 能让我们更宽容 更睿智 更从容 人之所以活得累 一是因为太认真了 二是因为太想要 我们不快乐的原因 就在于我们不知如何放下 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事而烦恼 带住烦恼去忙碌 必然会因为分心和消极情绪 而影响我们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事实上 我们担忧的问题通常并不会像我们担忧的那样发生或带来不利影响 既然如此 又何必让这些困扰住自己呢 何不放下 全心地投入到生活与工作中 不为这些因素影响呢 正如利奥罗斯顿说过 你的身躯很庞大 但是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 多余的脂肪会压破人的心脏 多余的财富会拖累人的心灵 多余的追逐 多余的幻想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 而人生苦短 必须学会放下 才能享受真正的人生快乐 我们每天都要经历很多事情 开心的 不开心的 都在心里安家落户 心里的事情一多 就会变得杂乱无序 然后心也跟着乱起来 把一些无谓的痛苦扔掉 快乐就有了更多更大的空间 紧紧抓住不快乐的理由 无视快乐的理由 就是你总是觉得难受的原因了 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 学会对自己说声顺其自然 学会坦然地面对厄运 学会积极地看待人生 学会凡事都往好处想 这样 阳光就会流进心里来 驱走恐惧 驱走黑暗 驱走所有的阴霾 快乐其实很简单 不要自己不快乐就可以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 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心强大的人 相信自己 找准自己的位置 你同样可以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不要一味地羡慕人家的绝活与绝招 通过努力 你也完全可以拥有 把一个简单的动作练到出神入化 就是绝招 把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到炉火纯青 就是绝活 抱怨无法改变现状 拼搏才能带来希望 真的金子 只要自己不把自己埋没 只要一心想住闪光 就总有闪光的那一天 有一句话说得好 抓不住的杀 放下一把 得不到的心 放下也罢 是啊 人嘛 心中装太多 不是纯心给自己找事吗 心事太多 会让自己很累 一不小心 伤痕累累 放下一些 不要那么执着 放下的时候 你可能会不舍 但是放下之后 会很轻松 如果你累了 请你放下新的抱负 现实的压力 不要颓废 不要放弃 静下心来 学会休息 而不是放弃 如果被人伤害了 请不要抱负 你要学会以德抱怨 不要哭泣 不要难过 擦浅眼泪 以德抱怨从 而成长 学会包容 你要感谢他 是他的伤害 让你学会了宽容 如果你恨 你愿 你就是等同于 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如果你因为爱情痛了 请感谢他 不要恨 学会感谢他 是他给你上了一堂 生动的情感课 让你学会了以后 如何去爱别人 如果一个人 想要背叛你 请你不要挽留 不要痛苦 不要怨恨 你要感谢他 是他让你分清 看清人心 让你学会以后 如何面对伤害 这在个社会 我们难免被伤害 我们要学会看淡 看淡了 就不会痛苦了 看淡了 也就轻松 轻松了 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不累了 也就不痛了 有一句话曾说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也没有离不开的人 更没有过不去的坎 无论你选择绕道而行 还是另谋出路 又或者用时间 去冲淡往事 总之 你才是自己的谢局人 只要你肯从自我的偏见中 走出来 也就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和可能 放过自己的人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人生百态 酸甜苦辣 人们总是习惯了现有的 而习惯了就很难放下 但是不放下 又怎能真正的快乐呢 学会放下 做到真的快乐 做到真的快乐